东盟教学对什么时候开始呢? 中国东盟教学是对什么时候开始呢? 他又在完那天就开始, 但是这就是在君教学。 所以现在没人知道, 君如果认识, 君像帝国楼会出人材。 所以中国的相恶跟外国不一样, 中国的相恶是要培养你基本的得性。 人不好亲,不准书, 没有这个不穩的心, 那里不是人啊。 所以中国人也亲书, 亲自父母,书就是老书。 帝国是并定的, 除了人在制作, 要学习老书的拜位, 现在都没有了。 我们在提供这书, 想用这书来回合传统的教育。 传统教育啊, 是想要够做人, 够你做好人。 你来到林甘来, 略徒轮回, 你又来到林甘来咯。 既年来咯, 就要称呼一个人。 人, 这个代表, 在中国是用空主。 温量, 将县量, 无敌啊。 温量, 温和, 先量, 将境啊, 不净。 。 特别是明文利用。 名中有的时候, 应该有。 名里面如果没有, 有人去摸救。 不可以去救, 名里面没有。 教育里面最重要的, 他要怎么够。 世出来要怎么呢? 要怎么够。 所以我就给大家介绍了。 中国修的教育, 是做人的教育。 中国的教育, 就是要做事情的教育。 你就会向做事情, 轻做事情, 你将来的生活就没问题咯。 世纪, 就没问题咯。 要教论理, 教教育, 教教育。 中央的时候, 体生一劫, 你会比较大了, 说教教育啦。 有, 论理教育做基础, 又知道体生一波, 那就是第三战咯。 帝国并天下, 帝国包括地家, 你要怎么来经营你的家庭。 主要, 帮助社会, 安定, 好海啊。 帮助这些, 有福费的人, 有福费的人。 富贵的人家, 又加到论理当地, 这个富贵就没五万, 富贵就没去欺负人, 会借先, 对社会的担来好处, 全部, 都也是在那些教学, 这边就是中世, 基礎的教育啊。 论理, 就在英国啊。 我们要延续这个好的这个文化, 我们就要严谨去做啊, 自己去做啊。 观众人的很多, 论中国人的主, 建论会爱国, 建论, 不去为非做派啊。 为什么呢? 中国人对两个月就开始, 不用正面, 说富贼, 明富贼啊。 中国文化里面, 革新的, 无论无想, 数以百得, 静静作作, 学习, 就无困难。 咱就是, 帮买入这个名门利用, 淡清七万啊。 佛贵说这是五毒, 不是好东西。 所以佛金, 拖来到中国, 我们的老祖宗啊, 已经, 在说这个问题咯。 只能他接受下来, 这个五毒, 烦恼啊。 论你到底的让, 给他消毒, 消毒才会烦恼, 回归出生。 佛贵人的文化叫做, 做一百之力, 跟中国老祖宗团的志力, 也不是你啊。 中国对祖宗的东西的信心, 故团结来是, 应故不应了, 鼓励大家来, 断恶修宣。 请不吝点赞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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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,